He 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 Hello,大家好,我们回到这里 继续跟Mr.Tree同团队的Hot Stage 是吗?是 很容易的Stage 整个冬天不太烂 所以现在Hot Stage 你觉得冷的话 或者你想热的话 来光顺一下Hot Stage 支持一下他们 那些套东西 搞什么?梦想 戏长戏剧 好了,文帅你是车长 没错 其实我听完你之前 说一些 整部戏剧是 很生活化 有个Message在后面给每个人 和你大概说一下 这个车长遇着这几个人 的故事 当然还有一点关子 因为 这个其实 这个Message 是一个我教学的理念 为什么那些人要学做戏呢 这个故事就是 这三个年轻人 都在做自己的part time 但都工作得很开心 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怎么看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 他们很想做自己的梦想 但那个工作 就跟他们的梦想完全没有关系 那他们觉得 啊,留在这里 嗯,很辛苦啊 都是很不喜欢 那我车长遇上他们的时候 是发掘他们不同的特质 有些很好笑 有些很有创意 有些真的 很学求的 很追求的东西 就带他们去 进入另一个地方 告诉他们 戏剧是什么 很多时候 人们觉得戏剧是一种假的 做戏是假的 但你问我 戏剧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是将你真实的感受 摆上梦头 好像说一句早晨 你觉得戏剧来说 早晨是一种虚拟 那你难道你很累 可能前一晚你去 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很累了 玩完也好 或者发生了些事 你很不开心 你那天看到上司 上司奉子知道你不开心的事 奉子要体谅你 不是的 但你是不是仍然都要对他 少少口说早晨 是 那一句就是戏 是一个演技 那你怎样将这些戏剧 演技的东西 用回他的生活呢 那我就在这部戏里 就是告诉他 其实你的生活是什么 那些人就经常说 我很想在音乐里面 做男主角 做女主角 想在台上做戏 我不想做其他职业 那我想说 如果在戏剧里面 假设你做地铁的车站助理 你怎样做 我不做 我不做车站助理 我发脾气 我这个不是车站助理的 哈哈哈哈 是的 那你 你说 你不接受 我这些职业 你去到台上 你怎样避免这些职业 是的 我会在这一部戏里面 我会去呈包给大家听 其实这些事情 跟我的生活有关 我的记录 我戏剧 不是纯粹一个货活动 因为去取班 对 给你嘻嘻嘻嘻 完座就算 也不是纯粹我来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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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行程 去塑造的一些职业 朋友 有一次 像你所说 演了戏之后 你会知道 人生 反而是要转 人生会更加真实 是的 因为我之前和很多朋友 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 他们一开始和我闭嘴的时候 都是说 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观光 你这句话 你明白吗 人生就是为了开心 开心没有过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都会问我 就说 开心没有一日 不开心没有一日 所以我就是 开心没有一日 所以 所以 我不只说 立刻召回她 开心没有一日 不开心 就为什么会召开心 我是不开心 他说完之后 下面的人都共鸣了 对 我从来没有意识过 如果你把口真的这么开心 有一天不开心 你真的觉得这么没所谓 你把口觉得不太好 那你确定会召开心 开心 我为什么要开心 我从来说 对 我也是跟你说 人生真的为了开心 就像我们这样单制包 反而我不会召开心 人生为了开心 如果你说人生为了开心 那时候不用成长 对 阿仇就不用出来做主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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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如果你说 小学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你已经不需要成长 你小学生 你要什么开心 你能玩就不是开心 你成长 你为了玩 你很多事情 你不需要认真 但你问我 我是想我自己的心里 有什么 我好想去经历 人生精彩 我都是跟你说 你人生精彩 你不是 不是任何人都很相信的 你要精彩去认真 那是你先經歷痛苦 你不經歷痛苦 你怎麼知道開心是這麼好的 有時候安慰自己 或者有時候面對困難 你要告訴自己 你可以選擇不開心 但是不開心對我來說 其實有一個社會的現象 因為我們很怕去面對困難 很害怕痛苦 很不喜歡憂慎 我們轉對困苦優秀和懼怕的機能 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都是嘗試去 如何實在長解決問題 如何將自己的建立 去超越那些問題 將會發生的問題 逃避不開心 但逃避到最後所承受的社會問題 就是有一個突然感 在社會上爆發的現象 其實我們有一段時間 如果投入戲劇 因為你比起他演的 如果你純粹投入去演的時候 或是一起到哀樂的世界 你會尋找出 我不會說什麼叫偉大的人生 但我覺得 如何能尋找出更加真實 更加過癮的人生 或者可能有眼淚的人生 是更加過癮的 我知道我才知道他 所以其實看看人生和戲劇裡面 是怎樣互相提供 我也是跟一些 經常討厭人打遊戲的朋友說 尤其是店長的人說 你不是在遊戲裡面 你如何可以死完又去 死完又去 過百幾二百次人生去明白 人生的真態如何 玩過一個漂亮的人生 你不打遊戲 要影響到心目 其實也沒有問題 就算你影響到心目 也可以是很厲害的 看你打遊戲的科 你打完又不睡覺 你每次都會玩那些 籃球足球 不玩賽車 剛才 你怎樣看 看快樂 其實我也同樣 你怎樣看人生 不是說快樂 快樂是其中一個 在你的人生 其中一個 但其實我們的人生 是一定要沉淚 和沉澱 然後才會 好像種種種子 其實你一定要曬過 你一定要下雨 你才會開得漂亮 我今天給你一支魔法版 最厲害的就是 Phoenix War 最美麗的魔法版 最美麗的 最美麗的 最美麗的魔法版 最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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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麗的人生 你要怎樣 大概去定義它 我不是說 Exactly 會不會有一個 你才會覺得 這個人生 是很值得 很正的 去過 好像過山車 那樣 上上落 上上速 因為如果你上完之後 你不下 你是不明白 我剛才說 不明白什麼叫痛苦 不明白什麼叫 沒有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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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 嘩,那麼會 過山車 所以你現在經常 這麼喜歡 立場的負面 衝下去 那刺激 如果你明知道 那個是低谷 你都不會去面對 好像現在的社會 其實很多年輕人都不懂得面對 其實往往這些面對 其實不是你去逃避 就可以解決到 是的 你需要一口勇氣 或者一口的決心 就可以衝破到它 是的 但是聽下去的話 如果你是這麼說 其實你不是定義著 一個很過癮的人生 有高有低 其實反過來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 如果你是定義著 有高的時候 你是在享受 而有低的時候 你是在經歷著 你可以捱過去的肌肉 其實你是說 下去不是一個情況 令到你很低 你不是享受那種 很適合的人 那種嘩,低谷 而你是享受 在低谷裡面 還是有肌肉 無練的日子 其實都是 就是說 我練到一生肌肉的時候 如果沒有機會 去試我肌肉的話 其實人生也是很肌肉的 即是低谷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力量在後面 推你人生的時候 那種過程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沒錯 我們今集就講了很多 戲劇與人生的事情 下一集我們在Fenile 我們看看 你的劇場 日子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嘉賓 講一些比較細節的事情 好嗎? 我們下次再聽 天哪或是一生 bitten 他會發植 他被捕一片 他被捕一片 他被捕所以他不被捕 他被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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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捕破了 他被捕到 他被捕成 所以我們 能叛少於聖貌 神 那些人 還會 前世 我 今次